大家好是台灣民營基金會的最新民調出爐 這個問題是2024總統選民的支持傾向 我們看到整個鏡面最左邊呢 這是現在支持度呢 排第一的依舊是賴清德 他是36.4% 那麼排第二的就是柯文哲 支持度27.8% 再來核武友宜依舊是老三個地位 他的支持度現在是20.2% 所以最近呢 有關於這個藍白河的呼聲 就不斷的出現 似乎也讓論營方面呢 聽到了要提起警戒了 民將主席賴清德 二次後在中部的一場參議會上 突然就提起說2004年的聯宋和 民將內委分析 就可能是賴清德在提醒 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 總統府內接見法國參議院訪團 副總統賴清德重申 台灣跟民主正應站在同一邊 不過如果藍白兩黨 也決定攜手站在一塊 對於綠營來說 可能會是一大難題 副總統是否先防藍白合作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面對提問不乏一語 但他前一天可是侃侃而談 根據瞭解賴清德在24號晚上 與多位台中立委參選人的聚餐裡 提起2004年 前總統陳水扁 對決國民黨籍的聯戰 搭配新民黨籍的 眾處於的總統選戰 當年的兩黨合作 與現在正在醞釀的藍白合 有幾分相似 賴主席這樣講 最主要是要提醒 大家不可掉以輕心 藍白不管合不合 都會有某種程度的整合 立委分析藍白兩黨 最後可能會出現氣保效應 而根據最新出路的民調 位居第一的賴清德 支持度落在36.4% 柯文哲緊追在後 有27.8%的支持度 第三名的侯友宜則獲得百分之二十點二 如果藍白最終順利整合 恐怕會讓賴清德的優勢縮小 對於民進黨形成威脅 記得為林彥彥彥 台北採訪報導